第三類的朋友可能就是很少接觸這類型的運動 或者很少跟這場運動有一個很直接的感受或者影子 可能可以說是一知半解的朋友 其實這三類的朋友 第一類就是支持運動、支持佔領,但不能夠參與 第二類就是支持民主、支持公民太平,但不支持繼續佔領 第三類就是可能什麼都不太自信的朋友 其實在這個放眼於三個佔領區 但是很不幸地忽略了某一些社區工作的同事 我們可能是會令到這三類朋友走向我們的對立面 從而慢慢令到民意站在我們對立面 這個就是政府的招數 這個就是政府和周庸一起做的一場打兩訪 在今為止我會覺得 沽默論周庸的簽名有多少水份 沽默論周庸簽名的是哪些人 是一些未曾來過香港的外國求星 還是黃世代、藍世代、綠世代的朋友 其實他們的確是社區裏面做了很多所謂輿論的功夫 所以第一個我會覺得要解決這個困境 第一步就是我們要走入社區 我們要做一些社區的工作 可能不需要很複雜 亦都不需要做些甚麼很難的事情 我們就是和周庸一樣 在不同的社區裡擺街站 排文算、艾米 譬如說就是我們很多的朋友 會在佔領區裡做一些售工 譬如說用真皮去做這個黃絲帶 我們都可以將這些功夫去不同的社區做 但是一定要的就是 很重要就是我們不能夠 再好像這四十幾天裡面 去忽略了社區的工作 去忽略了社區的工作 以及去將社區給同我們的敵人 給周庸、給梁振英、給特區政府 是共手相約 所以這個我會覺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方向 未來如果是我們要繼續佔領下去的話 這個社區工作一定要做 因為我猜坐在這裡的人 都覺得佔領下去是需要的 或者都覺得 我們是做一件對的事情 而我們不是做一件虧心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覺得 獨立在我們那邊 我們覺得我們佔領 就是為了爭取民主 就是為了抗命的話 那就將我們的理念 將我們相信的東西 去跟街坊講 去跟社區的人講 從來都是看主流媒體 從來都是看東方日報 和TVB的朋友 去親身見身 跟他們講 為何我們要睡街那麼久 喂大哥 你以為睡街好玩嗎 你以為被警察打到頭髮去流 是很過癮的嗎 我相信 除了某一些特別癖好 喜歡睡街 或者喜歡被人打到爆光的朋友 都不會覺得這些是好玩的事情 我們就是覺得我們做的事是有意義 或者我們就是覺得我們做的事是對的事情 我們只會這樣做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能花多一點的氣力 花多一點的功夫 是辛苦的 是辛苦的 可能是會被很多人罵 但我們要走入社區 而未來我們 可能這一兩個星期 希望做的方向就是這件事 希望組織回 或者希望和更加多佔領的朋友 和更加多佔領的學生 一起去做一些不同的社區工作 包括可能是已經有朋友在做的聊天隊 和不同受影響的小店 受影響的商戶去聊天 去解釋給他們知道 為何我們會這樣做 去解釋給他們知道 為何我們寧願睡街 我們寧願犯法 我們將來可能坐牢 我們都要繼續佔領這個行動 或者是除了聊天隊之外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去不同的社區 即不經的旺角 可能是油麻地 可能是深水埗 可能是葵涌 可能甚至是屯門 去跟一些很遠 未曾來過佔領區的朋友 去親身解釋 為何我們會這樣做 希望得到他們同情 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 這個是唯一 我們可以所謂扭轉到民意 或者絕對限度 不讓民意繼續 是我們對南面的唯一方法 大家都知道主流媒體 基本上全部都是收編 基本上大部分 絕大部分 都是親政府 或者是反對我們 或者是會幫政府 去做一些輿論去反對我們 所以唯有透過一些親身的工作 親身去到不同的社區 走回社區 跟街坊聊天 才是唯一一個可以紮實地 踏實地解釋問題的方向 這個是我覺得 第一個現時非常迫切要做的東西 就是走回社區 跟不同的街坊去聊天 跟不同的街坊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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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理念 第二個我會覺得 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可能現在 在這裡聽到的同友都不同意 就是已經聽到一兩個星期的辭職公投 為什麼我會 我想問這裡有哪個朋友 是反對辭職公投的 可不可以叫他居首 居然只有這麼少 可不可以同意 可不可以來看一看 居首來看一看 我原諒得 兩個都是很少 好 同意的 我同意的 那我會解釋 我會在這裡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 我會同意辭職公投 我會覺得是基於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剛剛所說的 走回社區 去做一些宣傳的工作 那你可能會問 喂 你像周榮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你沒有一個辭職公投 或者你沒有一個宣戰 你都可以走回社區 但是我的判斷就是 或者我的 是的 我的判斷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辭職公投 有一個這麼大的政治campaign 一個政治選舉 一個選戰 去back up你這些 社區工作的話 那個可以產生政治能量 或者是得到街坊的關注 或者是 令到更多街坊 去聽你說話 去跟你聊天 去了解你做什麼時候的功夫 是必然是事管功倍 因為你有這麼大的議題 這麼大的全港性的東西 但是在這發生的時候 我們做一些的社區工作 譬如說街站 譬如說街坊 譬如說街坊 我們必然是會有更加多資源 更加多的力量去做 那這個是第一點 就是要 將這個社區 將這個佔領的資金 帶回社區 我們不能夠 令到這個雨傘運動的力量 我們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次雨傘運動 在香港那裡 必然是產生了很大的力量 是可以說是 令到老中青三代 都出來參與佔領 或者是都會支持這個佔領運動 第二就是 所以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力量 就是 令到整代的年輕人都 所謂的覺醒 一整代 可能十八至三十歲 或者十八至四十歲的年輕人 他將來都必然 是會站在我們這邊 必然是會站在特區政府的對立面 這個是 這些我都覺得是 這場雨傘運動 黑金 一個已經產生了一些很大的能量 或者一些 所謂很封石成果的東西 但我們要想的是 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面對著一個 很強大的敵人 面對著共產黨 面對著一個專制的政權 要他立即是做出一些相當之巨大的兩步 要他立即去做一個遲低的改革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 很坦白地承認 今次雨傘運動可以達到這個期望 或者是即刻落實公民提名 或者是即刻廢除功能組備的機會 的確 是未必是真的那麼大 或者可能是 我們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去繼續在這條民主抗爭路上面 去繼續去砌 繼續去跟政府鬥 才有機會去做到 但問題是 我們怎樣令到 這一股已經產生出來的 這麼大股政治力量 或者是 令到這麼多人覺醒的力量 真是做到遍地開化 真是做到 不同社區 不同地區 不同街坊 都可以越來越多人明白 我們在做什麼 都可以越來越多人明白 我們的理念是怎樣 而我覺得 辭職公投第一個 相當之重要的意義 就是在於 你可以 轉化這個雨傘運動的力量 或者是 承載著 這股雨傘運動 產生出來這麼大型的政治能量 真是落落 踏踏踏踏踏地 在社區上 不同的工作 配合整個選舉工程 配合整個選戰 配合整個政治 campaign 所產生出來的政治能量 我的判斷會在正面 我的判斷會是 令到更多的香港人 是真的可以支持我們 是真的可以 就算他不支持佔領 投票很簡單 他不會不支持投票 他不會不支持 我們講的議題 他不會不支持重啟報局 他不會不支持梁志英下台 就算他不支持佔領 很多人都是支持這些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 這是第一個意義 第一個目的 就是轉發雨傘運動的力量 走入社區 用選戰 背後產生的政治能量 去令到雨傘運動 可以遍地開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我會覺得辭職公投 這個公投 是一個彰顯民意的工具 是一個彰顯民意的平堂 彰顯民意的工具 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 可能你會說 喂 我們有二十萬人 走出來了 我們都 二十萬人 做這個抗民行動 但這個問題 就要回到我剛剛講的 第一點就是 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 佔領區的人數越來越少 參與佔領區的人數越來越少 當初 好像我們與一中天的稀勢 已經是真的慢慢地減弱 但是 同時我們面對佔領區減少的同時 就是面對著周庸會議 九八角街站 就是面對著周庸很多的簽名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工具 或者沒有一個平台 去彰顯民意 去告訴特區政府 去告訴習近平 究竟有幾多人 是站在我們這邊 究竟有幾多人 是不要人大發生的權益 是要重啟政改變報告 是要公民提名 是要廢除功能組別 是要糧正下台的話 我們真的要做一些工作 我們必須要有些工具 去彰顯這些公民意 而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 民意都必然站在我們這邊 民意都依然站在我們這邊 民意都依然站在 反對八三一 落實公民提名 廢除功能組別 糧正下台這邊 這個是我相信的東西 但可能有很多種原因 因為可能大家累 可能大家覺得 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不能夠佔領 所以我們就要一個工具 要一個平台 去彰顯這些公民意 令到這班朋友 都可以出來 清清楚楚地 用一張選票 用一個表態 去告訴特區政府 告訴特區政府 我們這個公民意的力量 是有多麼大 可能有人會問 喂 622不是搞過一輪 八十萬人出來了 還不夠 我的回應 或者我的判斷 就是八三一之後 或者過了這兩句之後 即八三一 九二八 或者十月 十一月之後 其實的確 民意的版塊 是有移動 而我們不知道 民意的版塊移動 是怎樣 或者其實 這個目的和意義 都和 這個 622的公投 是不同 622的公投 就是要投一個方案 去政府試 現在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向八三一說不 重啟正改補曲 公民提名 這個是我覺得 622的公投 為什麼有622的公投 還要去推這個 自私公投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有八三一決議 就是因為雨傘運動 就是因為我們面對著 一股很大的 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多大的 怎麼都是有股的 反對力量 反對聲音在 是希望 和他們爭奪這股民意 所以我會覺得 一個由選舉委員會去搞的選舉 一個由政府 用公帑 用選舉委員會核實 每一位選民身份 你不能說作假 你不能被私浪投票 一個選舉 去作為一個工具 做一個平台 去彰顯我們相信的民意在哪裡 這個是我覺得 自私公投第二個意義 第三個意義是 我會覺得 這個辭職公投 如果是真的有很多的人 或者是很多的事物去參與的話 將會是對於香港民主運動 香港民主組織 或者參與雨傘運動的朋友 是一股很大的 未必很大的 起碼有一股的保護力量 或者保護宅 如果大家這樣聽 是覺得奇怪 我都會慢慢解釋 為什麼會說是一股保護力量 為什麼會說是一股保護 就是因為 中共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對香港的方針 對香港的政策是有不同的 而最不同 就是最大的轉捏點 大家聽回來的就是 2012年反國教 它覺得香港人 是太過無益 太過管不住 所以它必須要 改變自私的方針 不能夠再給董堅華自己玩 不能夠再給曾林權 一些所謂的香港人自己玩 它要換梁智英上台 它要換一個土共上台 它要換一個完全控制的人上台 加上中聯辦北京 這兩年是不停地干預 而這個雨傘運動 出現之後 大家不能夠逃避一個現實 或者逃避一個問題 就是 必然雨傘運動 是被中共 或者被中央政府 視為一個身腹大環 它對香港的方針 或者對香港的治港政策 我會覺得只會嫌 是不會送 只會對於民間團體的打壓 對於雨傘運動的秋後算帳 可能就是對於個人的秋後算帳 可能我 在座各位朋友 或者黃浩銘 或者周永浩 黃之鋒三子 他們會被 我們會被拘捕 會被檢控 一定會 甚至可能法庭會碰他們坐牢 這個都是有機會 對於個人的秋後算帳 對於組織的打壓 比如就是說 對於賀聯 對於賀民思潮 對於不同的政黨 對於民間團體 對於好現科匹雨傘運動 對於參與 一路參與民主運動的民間團體 它會有一個 更加強力的干預 更加強力的打壓 可能是番化 可能是滲透 可能是抹黑 甚至可能是 做一些 香港不會出現的事情 但是在大陸會出現的事情 這個是對於民間團體 或者對於 一些參與雨傘運動 一些 或者參與民主運動的 中堅力量的秋後算帳 這個他們都必然會做 那第三個事情 就是 他會 對於政黨 大家都見到 即是東方日報 是 不知為何 是很喜歡針對立場 是很喜歡 就是每天都追 都追著他來做 明明他都 好像都已經不是 非常之 在這個運動上 他會抱很多頭 或者是 就是 拿很多美光燈 但是都對著他 瘋狂打 那所以 第三個他的打擊 對象 除了是參與 參與三個運動的個人 譬如說可能是我們 之外 第二個就是 一些民主運動 很中堅的民間團體力量 可能是學雷學民思潮 或者是一些 民間團體 之外 第三個就是 對於 政黨 他的選項 但是 這個就是 回到 為何我會覺得 有這個辭職公投 是會 某程度上 是提供了一層的步驟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相信 民意站在我們這邊 如果我們相信 只要有這個工具 去彰顯民意的話 我們其實就會有 可能一百萬人支持 或者更加多 百多萬香港人 是真的投票 支持我們 支持二三運動 反對發生的決議 重啟不佈局 我們很清楚 會見到這股力量出現 如果我們有一個 公投這個平台出現的話 但是如果 沒有這個公投 沒有這個平台 就是這樣繼續下去 可能我們講來講去 都只是可以說 二十萬人 公民抗命 但是就面對著 周庸一股 相當之大的 簽名運動的力量 那麼他可以 不停地拿著 這一股的 這個數字 你每刻來打壓 甚至是作為他 反對民主運動 打壓我們的基礎 就是說其實你們根本 是不得民心的 其實你們根本就是 香港人不是站在這一邊 香港的民意就是反對你們的 那麼他可以很 大條道理去做這件事 那麼所以這個 如果有一個 百多萬人的公投 或者一百萬人的公投出現的話 我會覺得 起碼 讓他知道 有一百萬人 或者更多香港人 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有一百萬人 或者更多香港人 是支持雨傘運動 那麼他 亂離極 是有個抱 亂離極 是始終都不能夠 是無論 好像大陸這樣亂離 這個是我的判斷 就是第三件事